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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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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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罢了 只要多写几回 难为我这歪脖子了 给婉萍娘娘请安 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 师父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 怎么了 皇上生气了 幻婢 背教 落教 娘娘您可来了 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 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 娘娘拜托您 进去好歹劝一劝 奴才们感激不尽啊 出什么事了 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 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 好像是请封的奏章 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 才封了他一双儿女 转眼又要来请父 奴才也这么说呀 皇上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 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 是啊 放肆 娘娘 皇上喝斩茶 可以平平干活 你怎么不问问朕 为什么生气 等皇上气消了 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 你自己看看 允娥竟然这样大胆 他要皇上追封他的生母 温惜贵妃为贵太妃 并迁葬入先帝妃林 温惜贵妃是先帝嫔妃 虽然早死 随风亦在情理之中 只是温惜贵妃当年死的难堪 先帝不许 不许葬入妃林 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 那先帝的颜面 要往何处方 皇上要如何自处 他这分明是要治朕 于不孝之地 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 更可恶的是 允娥才上了这封奏章 年庚瑶就向朕提出 要安抚后宫 追封太妃 重修妃林 皇上的意思是 敦亲王和年庚瑶 暗中勾结 混账 皇上 息怒 别为了他们生气 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 是可认 孰不可认 就算朕 肯做这个不孝之子 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太后 怎么肯 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 宫中亲王的生母 都还未加分为贵太妃 怎就轮到她一个 被先帝厌弃的人了 若朕允了敦亲王所言 那朱王和后宫太妃心中 必有嫌隙 那前朝与后宫 都将要不安稳了 朕若允她 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 若是不允 她必定怀恨在心 前番种种安抚 皆算是白费 皇上对年庚瑶隐忍颇多 是否还要再忍 年党众多 朕若是不想再忍耐 一时之间也只有四成胜算 年庚瑶 不满朕冷落年非已久 她步步试探 靠拢敦亲王 不外是首输两端 各有依靠罢了 臣妾身处后宫 臣妾身处后宫 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 臣妾也不敢涉及 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 却不知 皇上也有皇上的无奈 帝王将相 厚非贫欲 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 各有掣肘 那为长远疾 皇上也只能忍耐了 朕这个皇上 做得是太窝囊了 汉景帝为凭七国之乱 不得不杀了朝措 光五弟刘秀为了复兴汉氏 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 甚至为了稳定朝政 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殷丽华为皇后 只能封郭氏女 但这之后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 大丈夫能屈能伸 皇上人一时之痛 才能为朝政谋万事之权 并非窝囊 只是屈己为政 欢欢 你说的话 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 臣妾不是宽慰皇上 是实话实说 不错 朕的确要忍 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 那就请皇上 依照敦亲王所言 追封温汐贵妃为贵太妃 家以封号 连婉嫩都劝不住 那怎么办呢师父 我哪知道怎么办 婉嫩娘娘都没辙 皇上 没事儿 一会儿再来收拾 来 那就请皇上 追封温汐贵妃为贵太妃 家以封号 迁葬入先帝妃林 同时 家封宫中各为太妃 家以尊号 尤其是受其太妃为朱太妃之首 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 以显皇上效益之情 不错 她要追封她的生母 朕就以为太后助导 祈求安康之名 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 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 这样不仅阎官不会有所议论 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 只是果君王的生母 姝太妃已然出家 皇上要如何安置呢 老时期不会在意这些 果君王虽然不会在意 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 皇上轻视果君王 不如也请皇上有益于果君王吧 这又有什么难办呢 姝太妃已经出家了 尊号是不易在家了 朕就摇尊姝太妃为 充敬元师吧 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 你不愧是朕的节语花 能视事为朕留心 皇上为天下事操劳 臣妾不懂朝政 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 千里之行基于魁步 你为朕考虑的小事 焉之不是大事 皇后娘娘驾到 皇后娘娘万安 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 所以过来瞧瞧 是 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 哦 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 本宫已经来过了 这儿 娘娘 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 既然婉嫔在了 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 去太后那里吧 请皇上在广施恩德 赴年妃为华妃之位 朕若赴她之位 如何对得起你 又如何赌众人悠悠之口 年妃和年庚瑶一样 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循 何况只有她复位 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 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 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 这样是委屈你呀 臣妾不会觉得委屈 只要是为了皇上 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 好 欢欢 咱们的孩子没了 是朕对不住你 不过你放心 朕一定会 还你一个公道 敦卿王要追风温喜贵妃 年更遥也服役 一转眼 臣归臣 土归土 再如何追风尊荣 人在九泉 还能如何得知呢 皇姑娘 允准儿子追风 为何不允 这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 死人又如何得知 只要皇帝所做的事 有利于朝政 哀家不会在乎义己荣辱 多谢皇阿娘 时过境迁了 哀家看着年妃 很怕 年妃会想当年的温喜 幸亏她没有子嗣 儿子看中婉嫔也是如此 她失了孩子 儿子总觉得亏欠了她 哀家知道你怎么想 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换衣香 厉腾那位社香 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 不过连累了婉嫔 哀家和你都不想 事已至此多想无意 你若多宠爱婉嫔一些 也不打紧 只是别太过 儿不是个好阿玛 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 年妃一旦得子 到时候年庚瑶 一定会扶持这个孩子当皇帝 一旦有逼宫那一日 哀家和你 便连容身安命之所都没有了 不过 皇帝眼下 对年妃也太冷落了 敦亲王再难料理 也比不上年庚瑶手握兵权 广且他二人已有勾结 所以皇帝不得不对年妃多加以安抚 对年妃有安抚 也是不忍 毕竟他依奉儿子多年 对待儿子是真心的 儿子是人君 亦是人父 当年年妃有孕 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 一言能不同 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 端妃也揭了这个黑锅 就不要再去想了 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 颜值不是上天的报应呢 给年妃送去的药 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 若有报应 也不在皇上你 以前皇上每每动气 都是本宫待在他身边伺候的 婉萍仅是一次而已 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